謝謝十分到了 那我們今天的課程就正式開始 那我們很高興今天歡迎到 那個聖德企業的負責人 來為我們講解 如果應用小小銅幣就可以去賺很多錢 我不知道我們要賺大錢 因為我亂比聽說我不確定 那我們任天掌聲我們的聖德 大家好 我叫邱聖德 阿倫阿倫 我今天要講解是同版生意 我們就用一個報文來看 我先進資格寫解一下 上面大家都不認識 介紹一下 我個人記憶是我49歲就接觸到投資 然後我就大量 我一開始大量的所有的那些財商的書籍 我那時候也是長俠克斯各樣的那種理財的活動 然後我大概在25歲的時候 我認識那個康姆斯 因為大量都是認識康姆斯 那時候他有跟我講那個到手辦公的秘密 然後我就 他跟我講完 我過一個月我就不去到手那邊 然後我去到手的時候大概 我去8個月 然後我每個月存10萬 那時候存70萬 然後就當成的第一投資 然後就開始投資了 這是我在澳洲的時候的照片 這個就是他們的圖書館 然後我在工地 我在他們的洗衣場上班 這個是我們洗衣場的老闆 然後後來我回來 我住桃園 我是桃園人 然後我回來 我從那時候回來的時候 我就開始 在桃園這邊開始看房子 那在去到手之前我已經看過 後來我就開始操作 桃園的房地場 我套房、公寓、電力道 我也問過舊物放修 改道盤出租也有 土地買賣也有 然後還有倉庭那種 我都是親自好的 那你說大概是幾年開始 那個我是在大概 25歲 25歲去26 27歲開始 然後在兩年內大概29歲之前 然後我就操作大概11年 我就買賣11個房子 這是我弟弟 這個在復興路的很棒 那時候有出租 出租給一個王大堅文員工 他復興路 在乳樓 這是在鄭文中學的隔壁 第二棟是在慈文路那邊 慈文路190下 這是上間改號 第三棟是國際村 專進路那邊的電力道 然後這是我第四間在慈文路那邊 後藏 我那時候改五間後 再來慈祥節 這個是在慈文路 這個是原本 我那時候買是買三四樓 三四樓 這是公寓 但是他原本很不換 我們四樓就把他 我就換修 把他換修了這樣 這個在福壽街的公寓 四樓 我大部分都買公寓 這是正中山路的商樓 那時候我買整層的 這是在Gramino 都在公寓 這是慈文路的 啊我所有路根就是 剛剛那個中山路 現在應該還有 我那時候有去拼到一個應位 到現在都很動工 然後我現在 我後來是因為房子 房子那邊就是 感覺沒有辦法操作 然後後來就自己跳出來 然後就去經營公司 我現在是開網路公司 甚至環境企業有經營公司 我是當負責的 然後我有跟我一個 算軍中勸長 他是科技組的 然後我跟他共同創辦 所以我科技業也有做 然後最後這個是 比較新奇的那個電池 他是耐米燈電池 微充的耐米燈 這個Google有插到 上面都有我的名字 所以我目前就是以經營公司為主 投資為主 可是我也是蠻熱帶在投資這塊 所以我大概是結束這三塊 環包產業有況 電池能源有況 還有一個就是 今天我要討論那個 銅板生意 銅板生意也可以做 然後解釋一下那個 什麼是銅板生意 銅板生意就是 如果我去賣場 你去賣場 你去看一個 假設到一個賣衣服的那個 湯巴那邊 他是賣衣服 看到這件衣服 有件衣服嗎 然後你第一件是應該看它的標件 你之後 你看它的標件 看到假設是一千塊 一千塊的話 我想問 如果這件衣服一千塊 你沒想過錯 就是他 這件衣服很期望 可是他標價是一千塊 你大概考慮多久會不會 考慮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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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是一千塊的話 大概你會想 你可能會去賣場出現再掛一間 可是你後來就想一下 你會考慮它的材質 看它的材質 或是 看它的場地 Made in Taiwan Made in Tsui那 你會考慮到多這種東西 一千塊你會考慮到多 然後最後 大概花一兩百 才會把 走 走